嗨 大家好 我是皮皮 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知音呢 我觉得知音一定是最了解你 最懂你的那个人 我们今天拍摄这台车 蓝图知音 它到底能多懂你呢 咱们有一说一啊 不管说知音有没有懂你 但我觉得至少是挺懂我的 我个人对它这一套外观设计 还是觉得比较的对位的 首先它这个车身颜色绿色 我们今天拍摄40度天 就看到这么一抹的小小绿色 感觉就是还挺清新的 另外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 它的这个地方 它前面的贯穿式灯带的下方 和它引擎盖上中间是通的 这个以往在很多的性能上 才会有这样的设计 它会起到一个前面 有一个下压力的这么一个作用 起到一个扰流板作用 就是有点类似于像飞机的 那么一套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此外呢 蓝图知音它还有两种的前脸设计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种 它是叫做封闭式的前脸设计 那整体看起来会更加的简约 更加的大气一些 还有一种啊 就是在它这一块隔山 它布了一个满天星的这么一个样式 有点像是一些豪华品牌的一些设计员 那整体看起来整个显眼程度 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另外就是这一次它蓝图这个车标 其实做的还挺大的 连着它两侧的一个贯穿车带 包括它这个车标都是可以进行发光的 所以它整体在夜间的时候 这种辨识程度啊 还是比较的高的 然后来到车色这一块 我个人觉得好看的是它的轮毂 这套轮毂 它是用了一个低风阻的设计 当然我们看起来很好看 但可能洗车小哥就觉得比较的头疼的 这一套轮毂 官方说可以给它整体的续航提升大概20公里左右 确实是兼顾了一个视觉效果和一个实用性的 此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拍摄这台车 它用了一个双色拼接车身 上方用了一个黑色的布局 下方就配合它这个非常醒目的这么一个浅绿色的车身 所以整体看起来这种层次感是非常的清晰的 来到整个后半部分啊 非常敬意就是它这一块地住的位置了 基本是做了一个斜切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溜背的SUV的那种感觉啊 除此之外呢就是 现在新能车非常流行的 包括像电动推出的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啊 还有就是无框的车门 所以基本上你能想到市面上一些 这个价位中比较流行的一些设计呢 在这样蓝图之音上都是给你配备上了 另外呢这台蓝图之音 它整体的车长是4米7 并没有说特别长 但它轴距达到2900毫米 它整体车内这个得防率啊 是凑到了70%以上 确实还是挺厉害的 那来到车尾这一块呢 它也是做了一个贯穿式灯带设计 并且这关式灯带 那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里面这个发光的logo 是有那么一点点像蓝图的车标的 并且在整个发光的单元里面 是布局了66个OLED的光源 所以整体在夜间手中 点亮效果是非常的出色的 如果大家现在仔细看一下的话 它里面这个灯是有点在那种浮动 在跳动的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整体这种科技感做的 还是比较的到位的 那么打开后备箱给大家看一眼吧 打开之后 虽然说它是一辆纯电车 但是这个地台真的不算高 另外 下方这一块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毫不夸张的说 我觉得和很多车的前备箱 甚至都非常非常接近了 并且呢 它整个后排座椅放倒之后 也是几乎做到了一个纯屏 放倒之后 整体的容量也是超过了1300升 说到这个多说一句 刚才下方这个打开里面这一块 也是超过70升的容金 跟很多的家用冰箱 可能都要更加的大一些了 OK那下面我们到车内 再聊一下内饰 蓝路之音的车内 我通常觉得比较的有趣 大家首先看它这一套 是一个非常简约化的设计 但是在细节之处 绝对是经得起推敲的 包括它整车用料 比如说你中控的这一块用料 非常大面积的一个软性的皮质 在副驾驶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类似像打孔的这么一个材质 整个摸上去的手感 或者说是看上去这种视觉感受 都觉得这个车会比较的高级 此外你像座椅 它带了一个软包头枕 它整个座椅材质呢 是有点像防几皮的这么一个材质 你坐在上面 你会觉得整体的这种摩擦力 是比较的出色的 另外就这个座椅 你是不是看上去 也觉得它比较厚实呢 那实际做起来也同样如此 整个贴合程度 我觉得做的是比较的好的 此外就是 它这一块中控屏 15.05寸的一个尺寸 尺寸没有说那么的大 但是一些功能方面 真的很好玩 比如说它有屏幕往后驾驶 滑的这么一个功能 还有啊 这个也不稀奇 它有个小桌板 哇这个小桌板 我觉得特别的香 我如果说是中午 在车里面午休一下的话 毕竟是一台纯练车 不烧油 我开个空调 在这边比如说 我甚至可以吃个中饭 吃完中饭以后 稍微休息一下 甚至呢 我可以不用这一块中控屏 我自己放个iPad 在这个上面去进行追剧 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并且如果你是两个人出去玩 你副驾驶女朋友 在这放一些随身的化妆品啦 或者说是一些小零食之类的 安稳的做好一个合格的副驾 真的我觉得这个小桌板特别的香 如果它推进去的时候呢 是需要手动去推进去的 除了这块很有意思的屏幕呢 包括我们试驾的这台车 应该是一个高配车型 所以我看到一块尺寸非常大的HUD 并且整体的清晰程度 做的呢也是挺不错的 另外就是它这个方向盘的手感 大家看到方向盘这个造型 其实有点奇特的 上下都是一个平的 并且在它三扭点的这个位置 它也做了一个平的 有点类似于像一个 六边形的这么一个形状 但是整体的手感 我觉得做的呢 还是比较的好的 但如果说把上面的这个按键啊 做成一个实体了 我觉得应该会更方便忙操作 对了 它这个门把手呢 也设计非常有意思啊 是设计在了这个拉手的槽里面 确实你会觉得非常的顺手啊 另外就是在空间方面呢 这一台蓝图之音 它是一个800V纯电平台车型 所以说坐姿并不高 我觉得和普通燃油车 没有太多的一个区别 我现在坐已经放到最低了 我正常开车姿势头部空间 一拳哦 这头部空间在纯电车型 表现算挺不错的了 那下面我们的后排再看一下 做到蓝图之音的后排啊 首先2米9的轴距 所以腿部空间 三拳差不多左右的 一个腿部空间啊 非常的充裕 并且呢 因为它后排的坐垫长度 是达到了470毫米 所以大家看我 整个大腿的承托 其实是比较的到位的 那后排这个软包头枕呢 也是没有缺席的 并且大家看我 其实整个后排坐的姿势 还是比较的舒坦的 我觉得它整个靠背的角度也好啊 或者说是整个 这个人机工程学的一个贴合度也好 我觉得做的都是挺不错的 此外就是纯电平台车型 所以它整体的地台是非常的平的 中间小的头枕 也是没有缺席的 并且这个坐垫长度和两边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中间 如果正常坐人的话 其实是不会难受的 另外啊 就是扶手放下来之后 正常呢 可能就是两个背架 但是它背架上给你一个盖板 后方还有一个 不太小的一个储物格 这些细节呢 都会让你觉得 蓝图之音这台车 整个这种氛围感营造的 还是比较到位的 包括这空交出风口很有意思啊 它上面这个纹路呢 和前面副驾驶的纹路 是非常的相近的 整体的做了一个 空交出风口的这个调节 那整体你看上去 就会觉得 挺好玩的 非常的年轻化 这么一种感受啊 另外还有像它B柱这边 小刮钩也是用了一个 金属的抛光的 这么一个处理啊 所以整体这种 类似的质感 我觉得蓝图之音 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并且整体这种乘坐感受 空间也好 座椅舒适度也好 都是可以拿出手的 最后呢 就是在动力系统方面啊 目前之音呢 它是一款 由纯电平台打造了来车型 并且它是销往全球的 是没有增程或者是混动的 一个版本的 那根据我们目前得到消息啊 它有两种续航的车型 首先是79度电续航呢 对应的CLTC续航是650公里 还有就是109度电车型 对应的纯电的CLTC续航 是超过了900公里 900公里 理论上说 我觉得可能一到两周 你都不需要再充电了 并且说到这个充电啊 它还会搭载 5C快充的一个电池 官方啊 就理论上说 它从20%到80%的充电时间 只需要10分钟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高速的服务区里面 可能你去上个厕所 你去买瓶饮料回来 它的电又达到80%了 我觉得如果后面 这个5C充电布局 能再更广泛一点的话 真的 这台车你去跑高速之类 跑长途 我觉得也是非常香的事情啊 那么说到这里呢 目前我们是不知道 知音这台车最终一个定价的 我心目中觉得 它定价应该是从 D配的 从十大几万 一直到高配的 25万之间的一个区间 是比较的合适的 那么大家觉得 就是这台蓝图之音 它定价多少钱 是比较符合你心理的预期呢 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沟通一下